各位想要告訴我 昨天發生什麼新聞對不對 其實我已經知道 但是 好看一下海月飯店 這是好漂亮的地方 孤單如婚姻乾兒子 酒妹遲毒道歉 已經知道了 我要跟我的觀眾 與粉絲道歉 我真的很抱歉 謝謝部分的人幫我說話 但我自己很清楚 在台灣吸食大麻 就是違法的 對鏡頭誠懇道歉 支援吸食大麻 百萬網紅酒妹 日前遲毒招逮 而事發當時 網友永入作家乾媽 吳淡如的臉書叫她面對 兩人感情甚好 吳淡如曾因為AI繪畫 說自己話的鬧笑話 酒妹還逆風發文相挺 第三女王吳淡如 還開玩笑說過 日本製產的房子 要送給酒妹 可以去住我家啦 反正兩年沒人去 快變歲美人城堡 乾兒子和超商聯名的產品 背皮用料不實在 她把所有產品都買下 如今酒妹落難 乾媽吳淡如的一舉一動 備受矚目 直到隔天下午 她終於開直播 但顧左右而言 她 各位想要告訴我 昨天發生什麼新聞對不對 其實我已經知道 但是 呃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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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一下海月飯店 登 這是好飄盪的地方 你說對了啊 就是 自己一個人在這自言自語 但是 我挺快樂的 真的 人生總是有一個權利 可以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嘛 好啦 再看一下 那個 我背後的金色太陽 那麼 我要去 工作了